西藏 金沙江的东侧为四川 西侧为西藏 首先是金沙江到芒康段 全程共103公里 需要穿越近西藏的第一个险沟 海通沟 翻越宗巴拉山 才能到达芒康 宗巴拉山是入藏第七山 位于芒康市境内海拔4170 翻越宗巴拉山便到了芒康 芒康市川藏和滇藏交汇之处 海拔3875米 过了芒康 便要奔向下一个目的地 就是位于蓝仓江畔的如美镇 全程共49.1公里 需要翻越拉乌山 海拔4338米 顺着拉乌山盘旋而下 便来到蓝仓江畔的如美镇 这是近藏的第十站 海拔2640米 国内的蓝仓江 途经云南流向东南亚 在东南亚称湄公河 接下来便到了入藏第九山 绝巴山海拔3930米 天见绝巴期限无比 其凶险程度一点也不亚于 鹿江72块 越过绝巴山便来到入藏第十山 东达山全程5000米一山 雅口之一 在这里到了夏季 满目苍翠美不胜收 翻越了东达山 便到了我们入藏的第十一站 左供 距上一站如美109.4公里 左供海拔3877米 沿着河谷继续前行 便到了入藏的第十一山 叶拉山 叶拉山的北侧为邦达草原 南侧为鹿江大峡谷 海拔4658米 现在视频上所展示的 便是邦达草原 翻越了叶拉山丫口 便到了大家耳熟能详的 鹿江72块 它是叶拉山盘山公路 人称99道回头湾 一直从雪山顶 盘旋到鹿江大峡谷底部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鹿江大峡谷 它是美国克罗拉大峡谷的两倍 几乎寸草不生 山体位为壮观 沿着鹿江大峡谷 来到我们的入藏第十二站 八速县 它离上一站 左供198.8公里 过了八速县 便来到了入藏第十二山 安九拉山 它是鹿江和崖路藏布江的分水岭 风景美丽 山势平缓 翻越安九拉山 便来到了入藏第十三站燃乌镇 燃乌镇海拔3960米 视频中所看到的湖泊 便是燃乌湖 它锦铃川藏县 是一个古老的燕色湖 也是帕龙藏布江源头 水至清烈 在燃乌镇的南侧 有一个巨大的冰川 也是燃乌湖水源所在地 它就是莱古冰川 是西藏已知的最宽最大的冰川 过了燃乌镇 我们将进入入藏的第十四站 波密 燃乌距波密 127.5公里 波密处于一个峡谷地带 海拔2725米 穿越波密便来到了 川藏县上著名的天线 通麦天线 距波密88公里 是亚洲第二大泥石流群 过了通麦天线 便来到了入藏第十五站 卢浪 一个美丽的小镇 距上一站64.4公里 穿过卢浪 便来到了色吉拉山口 色吉拉山口海拔4559米 在这里的压口 可以遥望南加巴瓦峰 南加巴瓦峰脚下 便是鸭路藏布江大峡谷 翻越色吉拉山口 便来到了林芝 距上一站卢浪 82.1公里 林芝海拔2930米 到林芝 沿宁阳河向西 一路奔袭便能到达拉萨 中间需要翻越米拉山 林拉高级公路 更被称为 秒杀318的人间天路 最后我们到达终点 拉萨 海拔3650米 苍阳加索曾说过 住进布达拉宫 我就是血域最大的王 当你看到布达拉宫的那一刻 一路的舟车劳顿 都消失在浅诚的信仰之中 都因